合作 我曾经有过这个兴趣 可是你呢 我信任你 你却像幽灵一样 在我的眼前就突然蒸发掉了 又是一番龙争虎斗 不过非常的遗憾 一涛先生以一比九的悬殊比分 被淘汰了 安建先生 非常恭喜你进入我们最后的决赛了 那如果你现在退出的话 十万块钱奖金 马上可以兑现 不过呢 下面我们还准备了四道问题 如果你能全部答中的话 二十万奖金就是您的 但是 如果你答错任何一题的话 你将一分钱也没有 请选择 安建 安建 不要了 走了走了 哇 十万啊 快退出吧 他呀 是不可能退出的 继续 好了 安建先生决定挑战最后的四道问题 其实我的心情呢 一直和我们的观众一样的紧张而激动 我们都非常期待我们第一位二十万元大奖的得主的诞生 不过 不过有一位先生非常担心安建先生全部回答对 那就是我们台长 好了 好了 我们不要说过去这些不愉快的事 马爷 我们合作几十年了 你说我肖镇雄什么时候坏有规矩 少了你一分钱 你从一开始就背着我跟史密斯的代表接触 有这事吧 这叫什么呀 叫背叛 凡是背叛我的人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小先生 您不一直也在背着我追踪刘亦菲吗 这又叫什么 说到背叛 你我早就背叛了自己 背叛了仙人 马爷 我这五千万可是一个字也没少 全部进了你的银行账号 怎么样 开门的钥匙 小先生 我老了 也该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 如果小先生 能给我一条生路 让我安详满年 我自当投桃报礼 把欠您的都还给您 从此 各不相扰 行了 安剑先生 我要非常遗憾地告诉 我们抬着 他又答对了 安剑先生 离最后的二十万大奖 只有一步之遥了 不过在回答最后一道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请安剑先生来到我们的台前 有请 安先生 恭喜你过关斩将来到我们最后一关了 在这里呢 我有一个信封 里面有二十万元的支票 还有最后一道问题 最后一道问题 是没有标准答案 你的答案 就是观众的反应 请听题目 你为什么参加这次比赛 如果你得到二十万 你最愿意 和什么人分享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知道 我想这二十万对于我的意义 主要就是 它能够挽救一双 清澈无比的眼睛 所以我希望我的努力 能让这双眼睛永远不在位 即将生活在黑暗中而感到恐惧 我希望这双眼睛将来的每一天 都能看到更加美好的太阳升起 我 所有的希望 就是这些 谢谢 现场观众的掌声已经告诉你 你已经赢了 恭喜你 喂 喂 依涛 喂 我是阿春的 你快快点来啊 流汗出事了 什么 我 你给我 我 你 我 我 少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想晃悔 举报信里提供了一些证据 正是马太龙家那场爆炸案中 死者并不是马太龙 而是刘瀚杀死的刘亦菲 他们说那场爆炸案 是刘瀚制造的 这怎么可能呢 刘瀚怎么去制造爆炸案 再受死的人也绝不是刘伯伯吗 大家先不要着急 警方正在收集其他的证据 安律师 现在只有你能帮他 我求求你你就帮忙他吧 安律师 安律师你一定要帮忙他 救救他吧 安律师你救救他吧 刘瀚是好人 他不会杀人的 安律师你就帮帮忙吧 对对 帮你帮忙 你救救他 安律师你救救他吧 刘瀚是好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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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尝尝 不 宝尝 五 五 五 别担心 马太龙那只老狐狸 怕是没什么价值了 留着它也是个祸害 机关算尽太聪明 误了清清性命啊 清清啊 我看见马伯伯了 我看见马伯伯了 我这么信任他 他骗我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是我的幻想 我觉得不是真的 我 可是我在这儿看到他 他就在这儿看着我 清清有件事 我不敢想 清清你先不要想马太龙 有件事 我不想 我觉得是我的幻想 我觉得不是真的 我觉得是我的 清清有件事 别动了 我觉得是我的 还没告诉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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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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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不是答应我不来看我了吗 因为有件事情 我必须得告诉你 你哥哥被警察拒捕了 我 你说什么 清清 案子还在调查当中 所以你先别着急 快告诉我 我哥怎么了 快告诉我 你先别着急 现在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不能隐瞒你 你妈妈身体不好 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能把这个担子担下来 我想她可能会支持不住 我希望 你能够明白这一点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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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告诉我 我哥怎么了 好 我告诉你 警方说 你杀害你父亲的凶手 就是你哥哥 清清 清清 清清清 赶紧将带去 赶紧将带去 大夫 清清清 大夫 怎么样 病人呢 是由于过于激动 造成的休克 不过不要紧张 没什么危险 我们呢 已经给他注射了镇静药了 我想睡一觉就该醒了 好 谢谢你啊 好 谢谢 你说你 你 续什么续续 你明知道清清现在受不起一点打击 你还拿他哥的事来刺激他 我现在告诉他 总比警察拿着搜查令站在他面前好一些 可是他 可是什么呀 你以为不告诉他就是关心他 我们越早告诉他他受的伤害会越少 你得了吗你啊 今天这一天啊 清清这是受到第二次刺激 第二次 隔壁住的那个人啊 那就是马太龙 前几天他一直缠着纱布 我们都没发现他 今天他一拆开纱布 正赶上清清的眼睛突然复明 晚上你们多照顾点这个病情啊 知道了 你们送过去吧 那马太龙现在在哪儿 好 我记得很自然 这么多瓶 赶紧 我记得了 重量干什么 你 一定可以 你 第二次 这次 我 我 给你 写 我 ؤ 就 我知道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上午要做个透视检查 别吃早饭了啊 夏瑞姐 麻烦你跟大夫说一声 检查我不做了 那怎么行啊 我已经决定待会儿就出院 不愿 我眼睛都好多了 你别傻了 你现在病还没完全好呢 你要是现在出院 万一又失明 你该怎么办 可我有比治疗更重要的事 夏瑞姐 谢谢你这么长时间对我的照顾 好 那我跟医生去说说 好 好 倩倩啊 嗯 倩倩 安健 他是个很善良 也很热心的人 其实 他对谁都挺好的 我知道 上次 他为了救你 撞破了头 我会记着的 可我希望你忘了这事 我不要他再有任何伤害 好人会有好报的 我和安健 从来没有想过 要你有什么报答的 我很感谢他 也谢谢你 我听说了你们家的事 我想 你这次出院 应该是为了叫你哥哥去 你叫什么名字 刘晗 年龄呢 三十二岁 上个月二十五号晚上 八点至十点你在做什么 你让我想一下 我在开车送我妹妹 去哪儿 去送餐 送给谁 送给马太龙啊 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马太龙家就发生爆炸了呀 我和安健都快结婚了 这个时候 我不想再受到任何干扰 你明白吗 我祝你幸福 谢谢你 你是个好姑娘 那我帮你和医生说说去 小护士 还有什么事儿吗 我想求你 在结婚之前 让安律师再帮我们家一次 怎么帮啊 让他救救我哥 刘翰 你是怎么知道马太龙家爆炸的 我那天送我妹妹 去他们家给她送餐 这个时候我妹妹刚进马太龙家 我还在他们家门口 我就听见了爆炸声 我也看见了 后来呢 后来 我就急着冲进马太龙家 我想去救我妹妹 但是房间里 全是烟 还有火 你冲进去都看到了什么 我没看见什么 我就是急着找我妹妹 我好没找到我妹妹亲亲 我赶紧把她抱起来 冲出了马太龙家 把她送到了医院 安健 他只是个律师 他又不是法官 现在只有安律师 才能救我哥 我哥哥 我哥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 我不知道 你认识马太龙多久了 我小时候见过他 但是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他了 你去过马太龙家几次 这是第一次 刘汉 可在爆炸现场里 被炸飞烧焦那具尸体 并不是马太龙的尸体 马太龙没有死 我求你 我知道安健最爱的是你 你就答应让他救救我哥吧 既然你都知道安健最爱的人是我 那你为什么老和他在一起呢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好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离安健远点 最好 永远都别见他了 只要你答应我 让他救我哥 把我哥救出来 我答应你永远都不见他 好 记住你说过的话 我们只需要事实的真相 只要你把全部事情全都说出来 也许会轻松许多 你们怀疑我 我们不是怀疑你 我们这是立心公事的询问 你们就是怀疑我 你们怀疑马太龙家的爆炸是我干的 你们怀疑马太龙留下的遗书 也是我刘汉写的 你们就是在怀疑我 可爆炸现场有你的脚印和指纹 那我是进去找我的妹妹刘青青 可马太龙并没有在房间里炸死 那你们应该去问马太龙了 那具尸体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啊 那具尸体是不是你爸爸 我爸爸不是在那死的 我爸爸不是在那边 你知道吗 那这个是蓝确不在那里 那是那个 fall 你那里 有什么 都是 我爸爸 是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他那天怎么可能提前去马太龙家呢 他 你先坐下 清清 进入现场的就你一个人 也只有你一个人看见那具尸体 在没有烧焦以前的样子 你仔细想想 那个人究竟会是谁 我没有看清楚 当时黑乎乎的 没有灯 就一个黑影 不过我可以肯定那个人不会是我爸爸 但是你要知道 在法庭上是讲证据的 你现在说的 都不能直接成为证据 如果我们想打赢这场官司 证明你哥哥无罪 最直接的办法只有三点 哪三个 第一 那具尸体究竟是谁 不过现在这一点比较难 因为那具尸体已经被火化了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第二 就是马太龙究竟在哪儿 是不是像检举信上说的 已经被你哥哥所杀了 只要能够找到马太龙 一切就会真相大白 就像你说的 你最后一次在医院见到马太龙的时候 他虽然能够走动 但是已经身负重伤 我们想一下 一个身负重伤的人 他能走多远呢 而且那个时候 你的哥哥正好在赛场 凭这一点我们可以排除 刘汉绑走了马太龙的疑点 这条线索 我们还能继续追寻 第三就是 你父亲在哪儿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你父亲的 任何一点线索 我们就会证实 马太龙家的那具尸体 并不是你父亲 爸爸我一直都在找 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秦秦 你先别着急 我们现在 可以从马太龙那条线入手 你会帮我吗 当然会了 不过 我还得请你配合我 你必须振作起来 嗯 嗯 你 我肯定在这儿 你太多了 你什么时候 我肯定在这儿 我肯定在这儿 你不得了 我肯定在这儿 阿春 我回来了 阿春 我每天干着我自个儿 爱干的事 然后借着送接客人的机会 还能看看你 好多美 阿春 阿春 这手放在这儿了 这个手呢 是不能放这儿的 就放在这儿了 我去想放这儿 不行 就得放这儿 能不能放这儿 好了 好 我过去了 放这儿放这儿 放这儿 这儿放这儿 牧师前方 耳听八方 眼观六路 那我还能开车了吗 欲试不疯 去不留 我开始报这儿 我开始报纸 我开始报纸 Sans 我开始报纸 再报纸 我哭了 那是 的 这个刘亦菲还真沉着着气啊 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蹲了大狱了 他还不冒着头爱 只要消息穿得够大 就不怕他不出来 应该没问题啊 儿子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比什么穿得都快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我的安大律师 你还记不记得当初 你牛轰轰的 非要替那姚莉莉打官司 我劝问你多少次了 可您听过吗 现在可好了 这马太龙他死而复生了 我说这官司 您还打个什么劲呢 你安静一会儿行不行啊 你让我好好想想 你还想什么也想 你现在啊 唯一改正错误的方法 那就是赶快回到人民中来 赶快为真理而战吧 你说这个事情 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九连环呢 一开始是马太龙假死 现在所有的事情 又转移到刘瀚身上 怎么越来越蹊跷呢 我早就说过了 这个案子啊 它不一般 要 你说 要不我怎么那么起劲的抓住刘青青不放了 不过呀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刘亦菲 马太龙 刘瀚 还有刘青青 他们的事 怎么会扯到一个案子里呢 最不可思议的是 刘瀚居然被怀疑成为杀害两个人的凶手 刘瀚杀人 那是绝不可能的 这个举报信里边提到的情节 越是把它说得天衣无缝 我认为那越像是有人伪造的 一桃 你说了这么半天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这明确的嗅觉啊 那是最灵敏 最准确的 我答应做刘瀚的辩护律师 真的 案子 你终于浪子回头了 可冥冥之中我还是感觉到 这个案子 会有别的庞植错节 这说不准啊 这案子里边还有你老爸的份儿呢 刘瀚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啊 就是近期的事 您放心 我一手炮制的证据 应该是天衣无缝了 除非有一个出色的律师替他辩护 否则的话就是不死 那也得把牢底坐穿 案件 千万别让小剑插手这件案子 千万别让他掺和进来了 千万别让他掺和进来了 你就把案件给我交回来 是啊 喂 阿律师 先生请你赶紧过来 有重要事情 好 我马上过来 爸 你找我有事啊 安静 你帮爸爸看看 这两个蛋有什么不同 我爸的眼神不好使了 这只鸡蛋里边有个黑点 另外一只是干净的 这有黑点的蛋说明有了胚胎 是有生命的 可以变成鸡 这没黑点的蛋还是个蛋 永远也成不了鸡 有黑点的证明它有营养 没有黑点的证明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鸡蛋而已 爸 这么急叫我过来 不会只是让我看两只鸡蛋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 安静 你必须马上出差 去哪儿 东北 为什么 去打一批蛋的官司 爸 您是不是说那桩 打了十年的文化骨蛋理赔官司 你这次去东北啊 我让凯特公司的财务配合你 一定要把东北那个 什么运输公司 北方运输公司 要把那个北方运输公司告到 一举拿下这个 打了十年的关于蛋的官司 把他们理赔的资金 清理一下 交给财务 爸 能不能改一下行程啊 不行 那找个人替换我呢 只有你最合适 爸 我 我已经答应刘瀚帮助他出庭辩护了 所以这段时间我需要积极地准备材料啊 小剑 你是公司的常联法律顾问 公司的事情你是义不容辞啊 爸 您别着急啊 我没说不管 我会先派陈律师去调查举证 陈律师也是我们事务所的主将之一 你能不能让陈律之替刘瀚辩护啊 你去哈尔滨 爸 我已经答应刘瀚帮了 小剑 实话告诉你 我不希望你再介入刘瀚的案子 为什么 当初你接近刘瀚帮 那是为了替公司找回丢失的东西 马太龙既然没有死 那基本上可以排除那些东西 在刘青青那儿的可能 那些东西一定还在马太龙那儿 不管东西在哪儿 不是还没找回来吗 爸 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刘瀚两家有很多事情是错综复杂 根本就讲不清楚的 那之所以他这里边有很多疑点 所以我才更想搞明白 你想弄明白什么呀 你想弄明白刘瀚是否清白呢 还是弄明白公司的东西在哪儿 两样都有 我是一名律师 我不能白白地看着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啊 幸亏你是个律师啊 当初我怎么没想到把你培养成个法官呢 你打这个官司 不就是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 你是慈悲为怀的正义使者吗 好啊 那你去救刘青青的哥哥刘瀚吧 不要顾及公司的利益 也不要体会萧蕊的感觉 爸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 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做长辈的 本来不该插嘴 但是现在看来啊 我不说不行了 你打这个官司 不是为了去救刘瀚 而是为了他那个妹妹刘青青 是为了你 爹 也不需要 苹果 能力 是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